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05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里面的话基本上它有哪些比较重要的 这个我想延续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是把多个工作表 1、2、3月份合并到第一季 那今天刚好相反 就是说上礼拜是合并 今天的话呢 讲的就是分割 那所谓的分割就是说我今天 我要把我 也许可以按照什么业务来做什么分割 也许你可以按照什么产业别做分割 或者是产品诸如此类的 那你说那可不可以按照数量呢 其实也可以啦 那按照日期可不可以也可以 其实这个这里面我们等一下讲的 跟资料库完全是match的 也就是说这些观念实际上就是资料库的观念 那只是说那些观念的话 你不需要去使用access 在esale里面呢 同样可以达到那个所谓的资料库的查询 那在以前资料库里面呢 你可能第一个你要把这个资料汇到资料库里面 然后呢 第二个你要跟他怎么沟通呢 你可能需要用sql语法跟他沟通 也许像上语了嘛 select哪些栏位 或者是所有栏位 from哪个table 也许这个table 这个工作表名称呢 也许叫问题05好了 那我们要查什么呢 查那个会有 会有后面就是业务 like like什么呢 菜头 或者是会有业务等于菜头 那他就会怎么样 帮你把菜头查出来 不过他查出来 还是一样会帮你查到资料库 那你要放过来的话 你可能再用ADO 再把结果呢 捞回来 这些也是OK的 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必须要先把资料 先放到资料库 再从资料库捞回来 那我之前想 之前本来是这样做啦 可是后来同学说 老师那 因为我们现在用SS的机会越来越少 甚至很多电脑都没有SS的授权了 那我可不可以在我一般单机上使用的时候 我可以不用 不需要放到资料库 也可以达到 我想要查询资料的目的呢 其实当然 后来想一想 对 这个是好问题 因为我之前也是非常地习惯用资料库 可是被同学这样一问 我觉得对 ESAO里面如果可以 就拿来查资料的话 那我就可以暂时 也许个别或者是小单位 来使用的话 其实ESAO就够啦 而且这样的话也可以 暂时不需要用到资料库 除非那个资料量大到一个非常大 或者是说 全公司大家都要一起用的 那那个再来考虑用资料库 否则的话 那资料库 好 那这个问题 后来我就想 其实在 ESAO里面呢 它有个很好的功能 什么功能呢 在资料里面呢 叫做筛选 各位应该有用过筛选吧 OK 这个筛选 实际上呢 在SQL的语法里面 其实呢 应该就差不多相 相等于什么呢 slate的那个语法 就是筛选 slate的 那后面只是说 我有一个field 我有一个栏位的筛选条件 那所以呢 你这个时候呢 第一个你游标先放A1好了 或者是放在D1 反正你放在 第一列的任何一个储存格的任何位置好了 比如说放在C1 然后按一下筛选 你会发现呢 这个上方会有一个什么呢 筛选的条件 那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针对每一个栏位去做条件 那它上面一定有栏位名称嘛 那第二个呢 你可以发现 如果你底下放的是文字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出现的是文字筛选 如果你这个里面呢 是放的是数字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是数字筛选 如果你是放的是什么呢 日期的话 日期筛选 那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针对不同栏位呢 去做不同的条件查询 那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 当然 那你要怎么样达到像这样的效果 比如说我今天要 简单的查询业务人员 比如说我今天需求很简单 我希望在旁边这边产生一个什么 筛选业务 我先把这个关掉一下 按下它之后呢 我输入一个业务姓名 那它可以自动帮我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把我查询的结果 通通放在这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那这个新的工作表里面呢 它就是叫做你输入那个关键字 按下去给各位看一下 请输入业务姓名 OK那第一个的话也许我要找的是菜头好了 记得那个名称不能打 因为我们这边 还没有做特别的房贷 所以你这边的话